有关活化能之叙述哪些正确 首先看到A选项 活化能与温度有关 那活化能它是反应本身的一个门槛 所以它跟温度无关 跟它反应的本性比较有关系 再看B 同一个物质的反应 块状跟粉状的活化能相同 那这看起来应该是正确的 预言物种的本性本质是相同的 只是它的接触面积不一样 再看C 活化能越大反应热越大 那这是没有明显的关系 活化能越大只是表示说 这个反应的门槛比较高 那不代表它一定是吸热或放热 再看猪 逆反应的活化能 减正反应的活化能 为负值的话 这是一个吸热反应 那这看起来是正确的 最后看到E 活化能与浓度无关 那这看起来也是正确 它是跟反应物的本质有关系 终体上本帖的答案就是 B 株 1